7月11日的《啤梨晚報》7117-11 今天有甚麼特別的日子呢? 我都不記得了 我只能夠這樣說 這個暑假或這個夏天 真的很熱烈 剛才有一些年輕朋友 應該正在聽節目 上來說對香港未來的路怎麼走 我就照說 基本上都是跟我平時在台上說的 都是有七七八八的 不過有些事情的確不是很方便 你說我計算也好,怎樣也好 就是在台上說的 免得被人說我打極士氣 大家都知道我是在說甚麼 如果大家覺得現在是一個苗頭 我們要贏,互相鼓勵 我是合理的 無論如何現在這個時候潑冷水 但是大家要記住 可能我們現在在我的心目中 只不過是再把一個 本正正在打的仗 重延起這個戰幕 我們是贏了 到現在這個刻 而事實上 社會也繼續會出現大撕裂 你看昨天有幾個 所謂的蓮蓉牆都被人搞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一會兒我們會說 因為林康正 一收完節目就馬上去遊堂 大家都分心不下 大埔又說被人搞 沙田又說被人搞 九龍灣又說被人搞 就算我出去,甚至叫我們的老友寄出去 激稿,波仔 你會想到只有幾個 出來出去都去不了 金波區 很痛苦的 我只能夠這樣說 我認為現在這個 我真的要問 在我講這些 我認為我一會兒去說這些 打人 或者撕蓮蓮牆的密碼紙之前 我要問 究竟現在是誰在管治香港 好像無政府狀態 是誰在管治香港 我們首先要這樣想 即使林鄭月娥的心臟那麼大毒 她當然是一個心臟很大毒的人 無論事情是否想這樣行 的確現在的事情就是這樣行 越來越社會撕裂 她作為行政長官 我不需要理她內心是否希望這樣行 她就責無旁態,她是甚麼大問題 所以林鄭月娥是必然要下地獄的 天堂不單止不會留位給她 她一定是落下鼻地獄 被人拔瀝毛 逐條瀝毛這樣拔 然後不斷讓她看四仔 不斷讓她看狗瀝 甚麼都齊 挑釁起她的性慾 然後又不讓她自摸 這個人真是很可憐 不斷讓她吃那些甚麼東西 淫賤不能移的那些 三思老神怨 不要說甚麼 你有沒有叫我找幾個壯丁 你有沒有不練早的樣子 我還說過肌肉 你有沒有叫我 成個 不要說成龍 成個史太龍 年輕的時候 然後在她面前硬砌一些 18、22的女性 我想她真的看得到肉火噴身 然後 你有沒有叫你 像你所說的 吃掉的那些春藥 然後 不單止不會畏殖你 你看到喉乾 喉乾頸濕 你還要用雞毛掃 我掃勾一下你的臉頭 那些敏感地方都軟肉 你有沒有萬般折磨 這個混蛋 OK 我為甚麼會說這些東西呢 首先我覺得如果港英政府 港英訓練出來的官員 到現在這一刻 如果特首是這麼有權的 這個全部是從正常去想 或者我們的官員是有權有勢的話 我相信 不要說他們年紀 例如林鄭那班 或者現在那班主要官員 那些都五、六十歲 OK 只要你是有一定的社會經驗 在香港這個社會上長大的話 其實要處理這些事 真是不難的 首先 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那五個訴求 有些事情可以做到 就算在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真的做不到也好 只要警方是秉持一個準則 就是我們沒有要求他不拘捕黃書 從來都 從2014年 是正常的公平地去執法 依法辦事 社會撕裂就沒有那麼大了 為甚麼會有藍絲 我先不要用收錢的角度 當然是有人會收錢的 收錢流力當然 但未必多 但未必多 可能有些人覺得很煩 有些人走過 於是乎秒兩下 要不就不要秒 一開口 或者撕一張 於是就吵 然後有些人就跟著又吵 一吵起上來就肯定 老實說 我不是說欠誰 就商喊不好口 老實說 但是如果你一動手 就立即執法 總而言之 根據我們一般警察的期望 一動手就執法 這樣會形成了甚麼呢 就會形成了我們一向香港的情況 一向香港是甚麼情況 就是只是撩理互撩 永遠不會動手 大家會建立了那條線 還有藍絲的角度 永遠都是 總之 誰動手就不對 犯法就不對 不是錯了 藍絲和黃絲都有一個角度 當他覺得自己正義的時候 就算打人 都是天公地道的 無所謂 不過其中一些黃絲 就是他們心黃 就會出現那些 無論如何 都不可以還手 破壞運動 OK 但是我們其實不能算是黃 不過如果我們冷孔一點 都被人當我們是黃 或是當是紫 我們當然會還拖那隻 還要是 終於等到有條男人 我先動手 我們一直期待的就是 有人動手才可以合法地 打死他 我老闆 OK 我們一會兒再說 好了 結果為何昨天這個肥佬 那麼夠強 單挑 打人 還要不是說一夜 打完之後他有break 可以冷靜地繼續打 因為你不還拖 還要站在那裡 耶穌這樣 那當然要打你 打完我再給你打到右邊 好了 還要打你最後 還要KO了 之後 還要欺負一個小女 譬如他拿一把傘 就扔了 嘩 我脫手而已 多無恥 你說不是 昨天警察有拘捕 昨天警察拘捕人合理 他有沒有放那些 我不知道 一個暫時就好 OK 如果在2014年開始 警察就已經是這樣執法 總而言之就是秉公辦理 其實昨天這個肥佬 會不會夠膽動手 都成問題 沒錯 因為為什麼呢 肥佬可能昨天是有恥無恐 突然沒有支持政府 每次我們打人都沒事的 不是信我搭的士 就上車 就互信我走 總之不會落案 老實說 其實有沒有落這條肥佬 我都不知道 好像新穩外就有了 應該 因為實實是太冷微譜 但事實上 又要公道一點 是不是過去幾年 全然什麼都沒有做呢 其實大家都是有的 不過比例是少 譬如在機場中 借劃羅冠聰 或者那條肥佬死了 打狗 我們老友說港獨的那個 嚴捨的樣子 我們老友來的 他都說宣佈獨立 有什麼肥佬 那條肥佬 你知道我說誰 他們是朋友來的 那條肥佬走出來 那條肥佬 那條肥佬已經死了 那條肥佬 那些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比例少 這個也是你黑警 為什麼會被人叫做黑警 這次也有些人批評 前幾天在旺角 尤馬地之間的麥當勞 有一個年輕人在上面吃東西 你黑警上去 不讓記者拍 就下了孖孕 甚至有暴力 而麥當勞拒絕交出閉路 這麼好 麥當勞 倒楞 就一定是 為何昨天的肥佬沒有落孪業 算是很難說 這些就不需要說 其實要選擇他們的情況是真的多的事 首先我想跟警察說 究竟是哪個命令你們這樣做 是否因為你們會覺得那群年輕人出來搞事 所以你們打到天公地道 那我就問他們搞甚麼事 除了政府、建制派 甚至乎連你最想多阿捷阿捷的 警察協會中最想多阿捷阿捷的原則級協會 都經常說 沒有和平示威 我們開放社會是合理的 但你不能用暴力經常這樣說 連農場好和平 昨天說了 和平到基本上我是 看不起這些東西 以我們就準得 浪費了這些字 據我來說 但這是否一種表達 是否和平理性 甚至乎你們 是否破壞公物 我退了萬步 是自有破壞公物這條法例去執行 況且都沒有破壞公物 事實上是 好了 而你們 肥佬那些 還好似有一種替天行道 幫人教育 你不想說真 你們經常說破壞法治 如果在昨天這樣的情況 你們用私刑 用私刑的責是犯法兼隔破壞法治 因為你們是不相信法例 好了 那究竟是哪些人在管的呢 那是否說 如果不像港英下的命令 是否西環呢 我們撇開這一邊 先不要說是否西環 那我要問 如果有收到一些命令 假若警察有收到命令 誰敢下這些命令 因為呢 根據過去這一段時間看 其實警察裡面是有反對聲音的 這些事情是一定會洩露出來的 如果有人下命令 說要這樣這樣這樣打 稍為腦差骨點 稍為屌你老母 有些社會的月曆 我相信是不會特別有人下命令 特別是這次 2014年不同 可能真的是 喂 出去狠狠地打 否則誰會示範給你看 朱sir 是啊 他未必有人下命令 但是不會說 用口說去打那些人 但是 在平時他們的社交裡面 交往裡面 已經隱隱然有意無意地 其實當然是有意的 暗示了很多事情 那是哪一班人 叫這班上級去暗示呢 是不是西環呢 還是港英的餘孽呢 即現在的特區政府上面那班人呢 都未必是的 大家搞清楚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即是說現在是沒有網管 因為直至西環下了命令 大家就這樣想 你行政長官如果認為 這樣不行 他也都應該可以 order回他的老金 比加超 叫比加超和盧偉聰他們開會 大家不要再撥火 總之秉公執法就可以了 即是說連這樣都不肯做 都不肯做 那就只能夠這樣去推斷 就是有人見到這些情況 希望是不以為然 甚至乎覺得有夠 他們繼續去撕裂 希望在撕裂之中 找到他的機會 因為越來越撕裂 所以現在就慢慢 就一定是連那些 本來批評政府軟弱無能 或者通過逃犯條例的藍絲 都會貴翻 而這些事情 在我們過去看 誰最擅長的 做得過去幾届特首 最擅長的那個人叫做六八九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我們這個777 都不經意跟六八九做了四五年同事 不學多都學少 你有沒有 林鄭月娥 除了昨天出來開個壽終政審會之外 究竟現在香港是不是沒有網管 還是警察大糞了 如果警察有很多有識之事 因為昨天你也說過 吵到亂了大糞了 好不容易 覺得這樣是不拖的 大家有讀過書 我叫你們做大哥 有看過 我們上星期播過《爆漢民》那條片 警察的明星 我也想找回俊賢 郭俊賢不是你們 你們怎麼執法 或是收片 或是威武 而是你們一言一行慢慢換回來 我相信一定有警察看得通這一點 但為何不敢說 因為警察也是人 就正如全香港 全香港一樣 個個在互相說謊 七百萬人 互相騙大家 有誰會喜歡共產黨 有誰會相信中共 公務員 為何要取公英權 當年 九七年前 終於有一群人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利益 沒有計算 你說他們暗糞 包括我也覺得他們幾個暗糞 就是那群年輕人 有一個這麼和平 或者這麼有創意的 那些擾亂戰術 我也不要說革命 哪有人說革命 我記得都希望他們說革命 是只不過是寫連龍牆 你有沒有在你去打人 神經病 昨天九龍灣這件事 首先被打的據說是台拳道黑帶 有些人說台拳道不行 這裡我拆開一點點 稍為對打架有些街頭經驗 或者打個客交 其實真的要這麼說 打架這件事很有趣 其實真的不關你學什麼功夫 第一 你要有氣有力 還有大膽 你就已經是贏了 而且不關門派 是對人的收為 是 絕對是 有些人幾招打死人 來來去是那兩件事 是 一腿來一伸腳 或者是他怎樣 他練得多 但是是不是要這樣被打呢 剛才我見過寶羅給電話給我 他說很喜歡看見這些場合 我說你這麼想變態 當然我也是喜歡看見這些場合 因為昨天這個年輕人 他的動作雖然會有人批評他 他按鈎 為什麼想你不玩拖 或者很心痛 但是他會令到運動火花 或者黃絲對藍絲的驗戶 那樣東西還會大 即是四個字 高下立見 是的 高下立見 為什麼呢 你怎麼都不能夠 心不信也好 口都要說 誰動手就不對 而且第一 那個男孩 是把之前和理非說 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站起來 不要走 繼續被他打 他真是第一次我見到 做得出 他做得好 但是 你說我們是不是要這樣做 如果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我們是說過的 情況出來 力量是大的 我跟大家說 慢慢慢慢 甚至乎那些藍絲 都會 假如旁邊有藍絲 如果見到一個 兩個 三個年輕人都這樣打 而不還手 不還口 我覺得 他們是會有衝擊的 很大的影響 你一還手 事情就不是這樣 這是很理性法的討論 但是如果給我 所以我很少出這些場合 第一 我真的年紀大 不夠人打 第二 我一定不會不還拖 就算不還拖 都會擋一下 會走 沒理由站著被打 你自問 如果我很殘跪 我一定做不到 站著被打 我們下去 其實可以推測一個情況 我們都不會動先 我們很狡猾 我一定是鬥 什麼狡猾 但又有另一個情形 如果我們這樣 神高神大 我們出入就一群人 這樣兇勾他 他又未必夠膽打 感官一定不好看 不用說 譬如今天有個專業 叫做 我向香港警察致敬 你知道一出手 十三拳 擺明就不對 那這群藍絲怎樣拖 那這群人要為人 其實很簡單 整件事 內輪開幕 那些人忽略了一點 首先這位肥仔 經過 肥老 這條肥蟲 46歲 經過這條連龍牆的時候 當時一個65歲伯伯的義工 出手打過伯伯 三拳被打的台拳道 黑帶 就上前被他打 然後發生的事 大家就可以看片 而那些人想spin的時候 其實你都忽略了 都是你先打人 那些人才會為你 而為什麼我實話高下立件 除了這段片之外 這一直以來 6月30日也好 昨晚遊堂 九龍灣也好 7月7也好 什麼都好 藍絲人多欺人少 唯人的時候 藍絲就打人 但黃絲唯人的時候 黃絲是想跟你理論的 是很大分別的 其實很簡單的 夠說就不動手了 這個世界 夠說就不動手 如果小人就發爛 人多就打人 這些就是藍絲 動手就心虛 但如果我們在下面 會怎樣情形呢 首先一定不要看 因為我們一定是屌實 最初他為什麼會打個阿伯呢 其實我再看多一點 其實是去撕紙 有個伯伯義工 就在看著連儂牆 就可能說 喂 你為什麼要撕紙 就是支撕來的東西 他就動那個伯伯 然後那些街坊 其實是純粹街坊而已 才慢慢聚起來 如果讓我們在這裡 讓他們拍到的大糟糕 因為我一定是 屌你老 你這個混蛋 死肥老 你幹什麼 你怎麼想到的 下藍絲大了 就是因為你 是谷起的 你越講越 沒有分寸的 我屌你老母 仇氣 如果我不是香港法治社會 鑑三打 你老婆是不是被人屌 還是你搞不想到女 又肥又矮 46歲屌你老母 一定是說完戲話的 不跟事 說到混蛋 那拍出來 老實說 無論黃藍絲都不敢認你是什麼人 是啊 馬上講癡 而他這個混蛋 我當他是夠膽動我 嘩 我們是等了幾個久 當年牛精文那些 不斷伸到頭去扭 人家說夠膽打我 屌你老母夠膽打 喂 就是為了有人動手先 因為我們是沒有變過的 什麼是沒有變過 跟我十幾歲的時候 人多 人都可以動手 嘩 去動手 因為動手 我們還多是合理的 整班人擁而上 嘔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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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做不到 打不還手 唯一一個還手的故技 就是平時你還手自衛 是沒有犯法的 是OK的 但是在這個政治的法庭 現在就沒得說了 在這個政治的法庭 執法不公 隨時你還手 都變成你毆打 你死什麼 只告你不告他 都出了很多這樣的案例 你死什麼 他打我一拳 比如這樣說 不要說我們群緝他 我立即還拖 即是你黨 我打不贏一件事 但如果我叮叮叮叮叮 他幾拳 於是你不能猜 裁判官 他打你一拳 你可以走 你可以擋 你不需要用那麼大 你比他高了兩個頭 你屌你老母 你不需要用那麼 是不對等的 他忍去講的 的武力 隨時你明明是智慧 我看到有些律師說 其實可以智慧 分分鐘是由智慧 都變成被告 你有沒有打人 即是有黨 都會被人告 你沒有找對方 銀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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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 據說這裏 其實那裏是一個地盤 地盤承辦商是禮頓 禮頓說不方便 就個別事件置評 禮頓一定是一間含家產公司 一向都知道 但在這件事上 我覺得禮頓沒有什麼角色 你老母 那麼圍板 你都想要在那裏念 有什麼辦法呢 但有條狼的樣子 就很有角色 有條狼的樣子 就叫做 葉興國 不是葉國謙 是葉興國 就是九龍灣的區議員 建制派 結制派當然 網傳說他去報寸 叫人來清這裏 清九龍灣的蓮龍牆 他就說 沒有 他只不過是接近一些街坊投訴 於是他去找禮頓反映過 他就沒有去給壓力 我屌你老母 這些不叫給壓力 那區議員的身份說 喂 那裏有蓮龍牆 屌你老母 即是你老實說 做得出 就麻煩 真的 我覺得無所謂 你認為你是藍絲的 你要買那邊的 你就說 屌你老母 寫完蓮龍牆多字 因為他說 阻礙著 上班下班下班很難逼 上班下班很難逼 當然 有得說 為什麼 那些人在那裏看 或者寫字 於是你認為要請我去 你要認 你就不可以說 屌你老母 明不明白 你自己說的 我沒事 我只是早上 屌你老母 走下去 去地盤的工程 反映這件事 知道他們怎麼做 我不想知道 屌你老母 真的不要說這些 我最不願意是這些 屌你老母 做得出怕 你支持鹹屍 老實說 你說在香港 這群年輕人 真是乖得不得了 他們真是聰明得不得了 EQ也好 聰明過我 聰明過我 聰明過我們就當然了 聰明過我十倍 聰明過我十倍 聰明過你們說 任何表達意見 都應該是和平理性 和非暴力 非暴力都掛 結果你們又是用暴力 被人打 你都可以滾 屌你老母 老實說 究竟你說 現在的黑叉人 是甚麼心態 或者現在的藍絲 是甚麼心態 我們要包容 經常說 民主社會 互相包容 是不是要包容 那些不包容人的人 這個議題 他們講過很多年 他們是不包容你 現在你們是表達訴求 做甚麼 等於搞革命 還是破壞了你們認為 良好的生活 你們有多良好的生活 包括現在的警察 為甚麼你們毫無尊嚴 說來講去 其實警察跟我們香港人一樣 協諾 不知上級真的會怎樣想 不知道局勢會發展成怎樣 如果不知道局勢會發展成怎樣 一個負責任警察的警察 是否應該跟你們下屬說 我們不要理政治 我們保持中立 總而言之 按本之辦事 其實這樣就夠了 但連這些說話 都不敢說出來 因為這樣說 就是隨時被人說 你是黃絲 這些就是中國人 不要說甚麼香港人 中國人本身那種 沒有脅落 還有那種害怕 那種損摩上意 記住 這個世界 對 我們在這裏開咪 阿芝阿蘇這麼多年 講來講去追求的就是一個制度 一個民主的社會 因為這件事 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 才可以令到我們的社會 那個成本減低 你說不是 美國不一樣爭 英國不一樣爭 爭 爭到極了 選票見真章 你不夠有種 污酒 特朗普 很簡單 所以不需要在街上打架 你現在說 這樣下去 終於會 不要說鬼不鬼 會有藍黃絲大打出手 警方如果不再在現在這一刻 如果有警察在聽我們的節目 你再不去想一層 究竟你是服什麼 如果你認為是服香港市民 麻煩 為什麼以前說的 要你們保持政治中立 就是因為 始終即使是香港市民也好 真的會有不同意見 你就跟著法律去做事 跟著你們的訓練 如何訓練你們去做事 如果不是 藍絲和黃絲大打一場之後 警察是 這個撕裂是不會回復到的 是回復不到的 沒有得和解的 除了林鄭月娥 共產黨那些我不說 一定是萬惡之源 你們警隊 或者你們這班 認為現在警察 沒有很多尊嚴 但都要很辛苦 還要厲害去撐你的 全家撐警察 都是雜無旁貸 一樣是太重非 市民很清楚 很簡單 你知道嗎 剛才我們有些年輕人 上來 是這麼年輕人 都說 譬如我們七七九日 我們去遊行 我們去街站 我們去街站 警察 同一個警察 他只要不是凶臣 惡殺 合理一些 其實在街上 都不會有示威者 無論如何走去吵架 你們是否想 無論做甚麼 都要被人吵架 你們的尊嚴制 要去秉公辦理 而不是縱容這些 陷糕 甚至乎 自己做這些陷糕 我認為郵堂那裏 是絕對有警察 或者前警察 在這裡做陷糕 我們連續看兩條片 他們想要去水 不要緊 又要來 我們也可以 這邊 對 快點 趕快 弃 快點 趕快 趕快 拿大 趕快 夭壯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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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想別人擾亂香港的秩序 是, 但我們只會游泳 我們會游泳, 我會游泳 我會游泳, 我會游泳 你會死嗎? 有很多人死不住, 你死 我會游泳, 我會游泳 大後叉, 又不會人多黑人少 是, 我會游泳 我會游泳, 我會游泳 我會游泳, 我會游泳 你會游泳, 你會游泳 游泳, 又來 游泳, 又來 游泳, 又來 游泳, 去哪裏 先去哪裏 警察, 警察, 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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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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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首先, 游泳, 大本營商場 那裏, 據說, 非常接近警察出社 四個警察出社 而我們看過那條片, 所謂的中年人 很多的樣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真的非常像警察 或者是退休警察 或者是退休警察 好了, 現在最嚴重的就是 出現甚麼情形呢 常常說依法辦事 無論是特區政府, 共產黨 或者是這些警察 你們那些不依法辦事 在過去幾個星期 大家已經領教得太多了 屌尼, 沒腦筋, 不能響 不出委任證 屌尼, 不出委任證 甚麼都齊 制服都沒有 甚麼都齊 那些都不說 好了, 現在 還有一件事, 很嚴重的 就是他們見到年輕人 甚至乎是穿黑衣 他們現在已經有一個意見先入為主 就說別人是 屌尼, 搞亂香港破壞秩序 好了, 首先你們有沒有少少同理心 去理解一下 我當他們是退一萬步, 搞亂脱罪 為甚麼他們要這樣搞亂脱罪 為甚麼他們不去拷旅 不去打遊戲, 要出來那麼慘 當然他們沒有想過 如果你在正正常常 大家勢力相當的 那麼多人 你跟他們辯論的時候 他們就會這樣說 那也不應該用暴力 但要是誰先用暴力 好了, 去圈人去衛人 麥當勞, 亂拘捕人 一條年輕人 一條年輕人, 一條年輕人 一條年輕人, 一條年輕人 一條年輕人, 一條年輕人 都不知道有沒有順手拿球 有 拍到, 非禮 吊你老母, 吊你老母, 吊你 好了, 好話不好聽 那群中年人 他們真是這麼說 你是何謂我們這些中年人, 大哥 就是 我吊你老母, 你只想想 好像剛才的第二段片 一個年輕人, 十幾歲 經過商場的 我當他真是在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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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口中 那是你的紙質 你全部是牛公, 大大大隻隻 以你的年紀 吊你老母, 你是否要這樣控制一個年輕人 你食言多戒食物, 你說都說贏他 用你的身經驗, 動手 要不要圍他, 要不要圍偶 我想問, 如果那個是你的兒子又怎樣 你還是拿回去慢慢教 就是 你也不會這樣圍他 假如你認為他不對的話 更何況, 那個年輕人可能是在唸紙 你只是隨便找人發洩 吊你老母, 大家調片 大家調片, 肥佬打人就說 你有沒有給錢在家 剛才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要不要洗碗 他們這些傻子 就整天躲補了 總而言之, 現在出來的不滿 搞亂香港的 就是廢青 不努力做事 但有很多是政治系博士 我吊你老母 我告訴你, 搞清楚 除了是對社會失去希望沒有上流的情況 他有一些支持他們的人 或者他們本身是有穩定的職業 是你們攀不上的職業, 攀不上的收入 不過人家有正義感 或者人家知道甚麼是對的, 甚麼是錯的 正義感和識分辨是非是你們沒有的 屌你老母, 只有一件事很簡單 所以你也很慚愧 只是很簡單 我真的要跟各位警察說清楚 警察有四個協會 是嗎? 但大家有沒有留意 最多的是哪個協會 袁左級 袁左級, 袁左級即是甚麼? 即是袁左, 玩亂的袁 即是玩亂的 袁左級是散仔 我真的只能這麼說 散仔真是讀書 我真的不想這麼說, 因為我讀書不多 但你會明白道理 真是沒有見識 屌你老母, 心計 甚至乎沒有一個公義之心 公正感 而你做警察 那些人是應該更加比普通人更加有公義心 因為你是執法者 最前線 如果你有事 你平時說你黑警 有事就不要找警察 很簡單 警察受過專業訓練 你不會因為被人說你 而影響了你的專業 這個才叫做警察 很簡單 你現在撇開了這一堆東西 撇開了這一堆 即是抗互抗爭 看電影 也要看 古惑仔 殺人犯 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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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我們跟警察看得多 喂 阿靖 你會想你 剛剛受完 你不要想要復卓 不然我一定會回你 你會說 你搞我 你有事找警察 他們這樣說 那是殺人犯 你也是有事找警察 不要犯法 為何現在那些小孩犯甚麼法 是否會令你多事做 為何你自己撇開了那些小孩 就算他撇開了你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專業 所以那些說 你平時罵警察 就不應該找警察 多倫如 你侮辱警察 而且他不實行 有一次我就跟阿伯說 你經常撇開那些小孩 你不想想那些小孩的苦處 我跟他說 小孩不行 你也不行 為甚麼 你以後退休金 生果金 長者津貼 是誰出錢出 不是有些小孩 你那代不同 即是我爺爺的那代 十二兄弟姊妹 十二個就養兩個老人家 每人給一元都有十二元 我們阿伯那代就五六個 五六個兄弟姊妹 就養兩個老人家 現在是怎樣 隨時是幾兄弟姊妹 先生兩件三件 一個小朋友 要養兩個三個 甚至四個老人家 以後他不行 你們退休之後的生活 你們都不行 現在你還打擊年輕人 不是那麼懶惱 你最懶惱是甚麼 最懶惱是甚麼 很多現在都在社會很低層 他還覺得政府做得不錯 為甚麼 因為有兩元搭車 因為有生果金 那千多元 或者有些拿三千元 有些 就覺得不錯 但你們究竟知不知道 這個政府是有多少錢 第一 第二 為甚麼他們覺得不錯 因為他們本身有些積蓄 例如像我外父那樣 他也要一千幾百萬現金 於是他自己已經有一塊可以去洗 政府有幾千元給他 他當然覺得不錯 但是有很多老人家 為甚麼現在七八十歲 甚至六十多歲要撿紙皮 你政府那份根本就不夠 查三查四 子女又搞到這樣的樣子 養自己也養不到 然後去到這樣 你們竟然還要那些年輕人支持政府 大家搞清楚 我不是說不體諒 因為我都是那一代人 我不捨得他們很多 甚至你差了些糧 都是那些年輕人納稅納利 你被猜響 那些年輕人不行 你都沒有糧出 你很簡單 我明白的 因為他們是那一代 如果你說他八九十歲 八大不是 我反而林康正 我發覺很多最老的 反而是聰明一點 反而那些六十多歲 即是戰後出生的那班 即是阿聰 阿聰 阿聰 那些那班 就暗瘟瘟瘟 即是他們自己開口 好像是陳健波說 我們修成期 OK 你們修成期 你們付出 沒有所謂 現在沒有人說要剝削你們有的東西 別人爭取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如果他們爭取想要的東西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利益 可能是的 因為他的餅大了 你就自然小了 但整個社會當然會和諧一點 公平一點 因為本身是你納了他的利益 老實說 為何我們永遠是支持財富再分配 我們總不能夠 讀書這樣 完全100%由社會主義 即是這個就是資本主義 右派就說公平競爭機會 但是在香港來講 兩樣都沒有 兩樣都沒有 我都覺得公平競爭機會之餘 都是要財富再分配 即是右之中要有些左 是我的 因為如果不是 我們屌你老母 很多人現在都是這樣 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講的話題 認為最低工資不應該 老實說 作為我們一個屌你右派 我也會認為最低工資不應該 但是當你發覺 香港的情況出現 可以給20元 15元的老人家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屌你老母 怎麼可能不給最低工資 即是個個都是張瑜人 屌你老母 很簡單 我們要求10年派錢 Egal Discipline 評分 不是這麼說 有錢沒錢 是人6000 3000就好 堅決不制 就堅決要拜給那些有錢人 而那些有錢人 並不是現在支持政府 或者打小子的那些有錢人 那些人是百里的 你以為你說你是多少傻傻 好像警察那樣 你以為你執法者 就等於你是正義嗎 你不是判官 老實說 就算作為一個裁判官 他依照他的法例去判 我們都有很多批評 一樣可以 如果你想想 一些這樣的年輕人 去兇人 其實還有段片段 不播太多 在大本營是日後來的 一些這樣的街坊走過 去幫口 好了 永遠出現那件事 屌你了 當街坊越來越多 警方保護那些人走 是 因為為甚麼呢 令到我們比較欣喜的 畢竟 都是支持年輕人的 或者有些 真是我留意到 他本身真的沒有立場 很不想在政治的議題上 但是用一個 最直覺的人走過 你這麼想的 是 你撿人家的東西 打人家 以我昨晚的觀察 很多油堂的街坊經過 是屌實那些 那些阿叔退休 因為很簡單 他本身真的沒有立場 因為首先 你那些阿叔突然間 不知道是有人號召他還是怎樣 六點多就開始聚集 七點多就見到有三角穿黑衣的 想貼面帽子 就給你們二百個人圍他 屌他 擦他 然後警察梳梳不做事 後來呢 當整班網上 脆脆計反圍你 那些警察才分隔兩邊 然後一條白衣的年輕人 短了時間 在大本營經過就出這條片 就被人圍 被人打 而那三位黑衣的 其實成功在分隔之後 就出回地鐵閘口就離開 誰知道他晚上十點多 有三位 證實兩位退休警察就打人 而警察不抓人 於是群眾就圍 警察要保護著這三個人 歐六軒 在中環讓我見到他 歐六軒 現在就落油堂 你還不落去 他就算聰明 阿力叫他落去 他本身是否想落去 就是現在與麥麗聊天之後 他不肯定站在上面 曾那個鄺俊宇都拚掌出來 我說鄺俊宇和胡志偉都去了 然後我現在正在坐 我第一句就不是問這句 我第一句說 我給我報就八十萬 二十三人 他就說不關我的事 在哪裏無法報的 我算算了 之後他過去 警察就給了朔法勾諒nung 就說是等著警車來 後來到了12時多 警察保護下 警察送了這三個人 最後今天說 好像最少兩個人被人落案 昨晚在現場 我看到很多街坊拍片 有兩個阿叔很不友善 阿明仔在後面 好像想打仇我 我就不理你 我就照說我的話 說得很拍手 後來拍完片 他才跟我說 以為我留馬車 然後有些人說 他拍得我 神經病他靚仔 留馬車退很多 我說留馬車高 我退很多 留馬車高過你嗎 不知190cm 有沒有那麼高 很高 然後也有一個街坊 他過來 我以為我普通退街坊 他說 你是不是在這裏退街坊 我還未回答 我旁邊有個觀眾說 我是這裏的街坊 就是他踢了拖 那位阿叔說 喂他們是否搞事搞到 離退這裏 接著街坊 觀眾就生氣 立即知道他們是甚麼 一定是藍絲 支持共產黨的就是混蛋 我說其實 甚麼立場不要緊 最大問題是 人家年輕人想寫幾個字 你二百個人為年輕人 還要打他 然後警察來到不拘捕人 所以才被街坊一齊圍他 叫警察抓人 如果不是就不會出事 那個人就好像有消息明白了 就不出聲 就開始知道原來是執法不公 才會引起民怨 從來都是 我現在希望 警察部 黑警們 大家聽清楚 其實 市民對你們的期望 不是很高 不是很柯黑 只不過是要你去 執法公平 當然 當然 吵你了 我知道 近來你們有很多怨氣 問心一句 無論是否被警察 被人吵死 黑警 但被人吵死 你也要明白為甚麼市民會吵你 以及你做過甚麼 或是你的同袍 做過甚麼 就不能用這些藉口 成為你們公佈私仇 那就是不專業 那就是不專業 你就不要說自己 吵你了 吵你了 那就是黑警 當然 昨晚我差多一點 有專業出民團 其實都是假的 為甚麼呢 因為大波man那兩張照片 是他以前拍下來 不知道在哪裏拍 被人吵架 然後他扮了去過現場 又是想跟他阿爺 去攝影響維穎費 但因為他沒有在現場 就做假的在場證供 老實說 真是多壞 騙錢 要這樣說 包括有些藍絲的朋友 如果有人聽我們節目的 大家去想想 在港英管治的時候 我們香港會不會有這麼大的施裂師 市民與市民 市民與警方 市民與政府 政府與警方 這樣的施裂 是甚麼管治水平 是甚麼管治基深 我想說現在這個管治的情況 我認為甚至乎不是張建宗 不是林鄭月娥 是他們 即是他們 他們不是用這種 mentality 是港英訓練出來的 很明顯 OK 要是西環落後不命令 要是剛才我說的 在大家 無人駕駛底下 永遠都是那樣 我們華資難人 零左勿右 打 打到你們害怕 這件事 在大陸行不行 過去就行 現在都未必行 現在不行 香港是不可能的 老實說 我和你那些藍絲 你們那些不認同的朋友 你又不認同的 其實是歡迎的 你真是可以到蓮農場 找那些在蓮子仔 看著那個檔口的義工 去辯論 是文明社會 即是你又整個共產場 你都沒有所謂的 你都可以寫你的東西 貼上去都可以 其實你把蓮農場 等於大學的民主場 那樣 大家互國書幾件 你認為是文明社會 破壞秩序 你現在不是 你去兇人去打人 甚至 司法犯法 警察帶頭去兇人 被人引刀你 你還說粗口 舉宗旨 惡辱 他有警察打人 其實昨天 如果不是有這麼多市民 和歐軒那些 私人恩怨那些 不要計 你想起 他們立法委員 你們要做這個工作 譬如說 昨天 警察押了一些疑犯回去 你們是要繼續檢視他們 有沒有落案 因為你們有那個公權 有沒有那個案件號碼 要問 是的 因為我們市民 因為你不是那個 持份者 所謂 他真的打你 打你 立法會議員 你就做這些事情 無論對你的選舉 工程也好 什麼也好 你始終 這是你的公權力 打你老母 他膽敢動你嗎 他膽敢打立法會議員 打你老母 他真的哪裏都不肯去 他上幾次都吊賊譚文豪 鄺俊毅 他不敢動 他不敢動 打你老母 打國會議員 而且現在 打你老母 我們的體育長大佬 出了聲 打你老母 美國佬出了聲 叫你們 他沒有說什麼 叫你們自己搞定他 那你就自己搞定他 OK 先不要說是否割席轉財 我覺得董建華 他真是狼狼猛董 不過他狼狼猛董 十幾二十年前 我們都亂教過 就不是說現在八十多歐才老母 他六十多歐的時候 已經是非常狼猛董 他年輕時都敗壞了 他身家敗壞公司 老爸給了財產 全部敗壞了 所以我真的要跟各位聽眾說 選兒子 選兒子 真的不可以找後頸 大家看看董伯伯 有筆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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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牛頸是很狼狼狼的 你可說他責事馬責惡 固執意志堅定 簡單一點說 就是不懂得轉財 隔壁也不懂得轉財 死牛一邊頸 不斷找頭去衝 首先你八十幾歲 你還想做什麼 謊言人家 你這間公司賣了 你賺了幾百億 你不想清福出來壓支壓裝 這樣說 公道一點 他那幾百億是究竟 cash了沒有 我都很懷疑 那是 大陸的事情 可能他也是因為這樣 才要繼續頂住 暴光 告訴別人 我不是樓 你不要 說跟我賣完 那些 cash 都不得到 但我覺得他都應該無憂 生活 好了 好了 你就說現在這麼多年青人出來搞 因為通識教育 一會兒我們會看看狀元怎麼說 DSC狀元 現在的年青人 你搞清楚 通識教育是你自己提出的 你記不記得 七頭 你這個老母 黑手 你也不要說是通識教育 你也不要說其他 國民教育 你不要說通識教育 你真笨 好了 楊勇雄少有地說這些 叫做比較 他是欺老才就是欺老才 叫做比較客氣的官腔 沒有那麼阻礙的官腔 證明了 其實是人 都可以說人話的 什麼叫人話呢 我們的要求非常之低 你不需要站在那邊 說一些說了 等於沒有說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的 之前張建宗 現在都叫楊勇雄 不算 其實我們有一個系列 你看到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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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我們都算了 講大點 我們去吊兩年鐘 大家再去搭幾個站 吊你了 你去搏附林 然後我走回上水 吊你去搭地鐵 都搭紅磅站 都搭七八個字 我沒搭過 然後再去上水 過過幾個鐘 吊你了 你不能這樣玩 我都勸大家吊你了 你說這些說話 就合聽一點 好了 我們一起講張祥的筆 吊你了 好嗎 很簡單 其實我平時就不覺得 我自己做節目講了很多錯誤 但是我昨天打電話給我的客人 做完節目 原來他還在聽我的 playback 我聽到原來都吊老母 我平時都沒有為意 但是你講真的 當你見到這樣的場面 這樣的政治局勢的時候 你怎能夠不吊老母呢 當你見到到現在的關頭 我們都盡量 我們被譽為其中最激進的一批人 都盡量不去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然後你還聽到有一些人 不斷挑撥私怨 譬如說林忌 說熱埔城 你說熱埔城就可以了 在這件運動中有什麼做過呢 分裂了 你倆沒有出來遊行 他也沒有說不出來遊行 也叫人出去遊行 還有資助對物資 那你還想吊什麼 那你還想吊什麼 六一二 玉敏膏都在退金中 就算你熱 不要說我公道退一點點 他也沒有什麼做破壞運動的事情 他一播脫關新委的低能仔 說賭光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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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不過你說是否可以像是老蕭這樣說呢 本來我不想說的 老蕭經常說他明白年輕人 我想你站在爭取民主、爭取尊嚴那邊的人 是沒有理由不明白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你應該不要說年輕人 我覺得我們很多大人終於拍手掌 就是你起碼有年輕人敢做這些事情 起碼我應該有那些大人 即他以為他明白年輕人 可能他身邊的人沒有真的將聲音去反應 不是 我想他明白的 不過他的策略是有些不同的 而我認為他的策略是錯的 我一會兒再說說老蕭火筆 真是好說不好聽 我是拍爛手掌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一直認為應該要這樣 而為甚麼我自己不做 因為我沒有勇氣 那這班年輕人為甚麼有勇氣 想這樣拍爛手掌 你說因為你包袱少一點 很多人可以很沒有包袱 我們認識很多中老年人 一樣是沒有家室沒有情 一樣是你只不過保值的份工 他夠不夠膽 他一樣不夠膽 很多年輕人 或者現在 譬如我們剛剛踢到台灣的梁甚麼 都叫做香港大學博士生 梁繼平 很多年輕人條件可能比他好 比他差得好 也對政府感怒不敢言 但也不夠膽 連由肯都不夠膽出來 也有的 為甚麼竟然一定是他們 就是因為他們勇氣 魯蕭說 他明白 不過他會制止 一定要和平 講來講他堅決是和平 包括西方社會都是這樣說 和平 我對一千萬步 一千萬步 我當你和平是合理的 現在首先我要再說一次 我們去到蘇花的事件 到現在 尤其楊潤雄說 見到一些暴力事件 有甚麼不和平 有 就是那些藍絲打殺人 就是那些黑警打殺人 就是六三人撐警大集會 昨天在游堂和九龍灣 甚至之前在大埔 在觀塘發生的事 說真的 以我的赤道 就算真的還拖 打冷死人 所以 一戰爭 大家要搞清楚 真的要看 他經常說1974年之後 甚麼甚麼 大家要看清楚 最後 都是有些膠要打的 如果不是 你加重不到他那個成本 大家在沙盤推演 我真的不想推演 我們繼續和平 繼續搗亂這些所謂影響社會秩序 是一定有人出來 無論是警方 或者像這些藍絲 喪心病狂的藍絲 當他知道你是打不還手的時候 他會不會來打你 他一定會來打你 為何不打你 你猜 我認為應該要和平 客人都會害怕 但是如果 有人忍不住還手 那你能不能夠說 那個 是破壞運動的人 那你可不可以和他割席 浪費 你如果說這樣 不割席可以 就放在現在打破玻璃那班 其實情況雖然沒有被打 但是政府是零回應 12號我要照過這條標 死人的事 沒有回應 當然現在沒有回應 還要刪掉新聞稿 而他們只不過是打破玻璃 噴下他腹牆 老實說 在台前我不說 在幕後 剛才兩個年輕人問我怎麼說 我就說打 有心地準備 你打算和就算了 搞完 下天了 下天完了 上學了 你以為共產黨可以不搞你 還不是為了差館 所以有一次我調查 那些長輩 現在英俊人就調了 你老母 黑社會才是為了差館 為他不衝的 是黑社會 因為愛出風頭 正常抗爭的 就衝入了這個差館 因為這個差館已經不執法 是要這樣 即是等於衝入立法會 不是 有個程度是一步步來的 我們先走太遠 衝入立法會 就算燒冷了這個立法會 又如何呢 我不跟你說 那個立法會 是不是人命 又不說人命 那些太敏感 OK 吵你這個立法會 吵你這個非得一指 不是人民的立法會 這是一個出賣人民的立法會 這個立法會就算拆了它 吵你這個 燒了它 那又如何呢 你想想 我們不是燒 譬如葉劉家 不是燒糧米芬家 是燒一個公權公家的機構 連啊 連我們的偉大的同志 何君堯都說 何君堯說的 不是我說的 立法會 沒有想到我失敗稅 我們批的錢 多了我多了 我心痛 他這樣說的 何君堯 我跟那些年輕人說 你看那些文字也是 你看那些文字也是 很壞 對 嚇叩著人家 又不是不認識 蕭先生又不是不看他 對 對 我覺得這樣 衝那個是誰呢 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敢衝 有人去衝 老實說 我真的不會夠膽叫人去衝 這個是我的底線 但如果有人去衝 我就真是當他英雄 我怎會跟他拒絕 我支持他去爆 你知道衝那些人 我講過一百次 是往往得不到 最後所謂的政治利益的人 政治利益 現在如果說有的 是誰收割了 暫時看下去 政治的一日太長 就是那些泛民的幾個議員 對 隨時就是鄺俊宇 對 你說 自己去衝那些人 那個犧牲精神是多麼動人 你怎能夠跟我們割席 所以我都說 我每一集都在重複這些事情 只希望大家不要怕累 其實我們剛才開節目之前 我們看到 原來7月這麼多節目 只是去到14號 15到22 22到29 27到28 然後8月又來 你真是很忙 還要西環將軍路一塵 很麻煩 我得兩隻腳要怎樣 很麻煩 所以 我都真的很害怕 我都希望大家盡量 我希望連登 是不是沒有聽過你的節目 沒有理由 當然有些連登兄弟聽過你的節目 動用你們 你們 現在我們跟你們學習 你教我們 不是你教 你們是大哥 你們 喂 盡量安排 分批 如果不是每個禮拜 這樣 老婆債刑 自己會很累 你說不是 這個禮拜我去完 哪個禮拜六日 去完上水 下禮拜休息 再下禮拜又可以去哪裏 那些人自己會分批 你好像你將軍路和西環擺明 這樣可以 其實還可以這樣的 其實街坊下去就夠了 港大上水 每一區都是 難不協逼 OK的 好了 地政署說一下 他真是契弟 出了一個通告 就說 在12日或者明天 會清理大埔火車站那條行行隧道 那條火車站行行隧道 如果大家熟大埔 就是由大埔火車站通去運投堂 當然我們是非常熟 又搭小巴 又搭巴士 Miu Miu不停點頭 你很熟那條隧道嗎 當然我們是非常熟 為甚麼呢 第一小弟只是大埔人 第二 其實當年我們是做人民力量的時候 又或者蘭花系 起朵起為 一做街站 我們最喜歡在大埔火車站 在隧道裏做 那裡真的留下我不知道多少身影 現在我回憶一下 在六、七年前為人力做街站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人認識我的 但是那些街坊 包括街市上面那些 我擠到他們頭 萬必 他們說 喂 那時候我沒那麼肥 彈仔 你來選我就投你了 誰來的 萬必 後來呢 我真的要重提舊事 後來的轉變是怎樣呢 轉變是我們派民主黨賣港實錄 以及最大的轉變就是 黃毓民親自上街市 親自跟他們那些學老人介紹 他們自己有 那就搞定了 真的 你沒有辦法 那些學老人 那些人 他們自己有 那說什麼 袁李明呢 也有的 當然萬必 袁李明那時候都很主要加首 不是 萬必和袁李明都是很 即是反韓的時候 即是說過選舉 是很投入很勤力的 他們兩個都是很勤力的 這個無可否認 即是劉翁就差一點 劉翁就沒辦法 劉翁就是 認識國際東西 所以港島區的義工 後來很快分裂 就是因為國際是懶 你以為你不是有什麼意識形態 但劉翁其實不適合在街頭 他不行 他不是那種魅力的人 是的 他的分析我到現在 他好像沒有做節目 現在 少了 上次見到他 好像沒有 OK 因為 劉翁的分析在當代 他的年齡來說 應該是 不要說最頂級 香港有很多能人 在網台旁邊 都第一 第二 好了 他就說要清廣連儂隧道 就說 不是要清廣 只不過他們 那裡很多街坊 投訴也是用這一招 說有些單車在這裡 他們要剪單車 我也是這樣說 究竟你們這些港英 即是講政治的 這些是怎樣管理 就算這個是法例也好 說真的 包括你是藍絲 你想贏得天下 就有夠去念 除非你覺得 人家要念這些紙 終於會顛覆到你的生活 你怕他們的道理會真的感動到人 唯一就是這樣說 因為你們繼續想做奴隸 但那班港英官員 你一定稱署那班 你做完這些做甚麼 一定是有區議會的壓力 一定是有倒你老母 又是那種 為甚麼呢 以政府員工來講 我對他們認知 那人傻事嗎 倒你老母 你就念 但一有些壓力 那些甚麼人壓力 左派 是誰下的命令 我真的很懷疑 是沒有命令的 純粹是倒你這環境 又是那句 零左勿右 最有直接的影響力 除了立法會議員 就是那個混頭堂區 那頭的區議員 大家檢查是甚麼人 全部是建制派 是的 我又不知道怎樣 如果明天地政處 下去清場 又掀起風波 你們又有些人 就是想這些場面 你們表達還不表達 你真的阻礙人做事 其實政府就是想做這件事 繼續去撕裂這個社會 經常說大家是香港人 對 我正想跟大家說 不需要理會他 不需要理會他 他要拆 他要交代 有夠去拆 明天就直接想回去 每人一張都搞得怎樣 你能否立法撒到 我們要玩到 柔些 如果你們沒有拆 你打算 一百個警察拿銅牌 一個都不用出去 有夠去拆 還有隧道 以後就不貼 但隧道旁邊就貼滿了 這叫做農村包圍城市 喂 還有 這個世界 不用了 如果是這麼囂張的 我簡直是周圍貼 你哪裏得多多 你不論我全街周圍都是 你不論我登柱也是 馬路也是 你不論馬路都很容易 你去貼的時候 另外張祥恩又說一下 張祥恩是給幾千個 二千名港大校生 因為他之前 譴責暴力 認為立法會事件 別人要去聯署交代 今天 昨天 學生 問他會否同樣譴責警方暴力 的時候 張祥恩作為一個共產黨人 我當他是 他大陸下來 他就說 譴責任何暴力 任何暴力 他始終都不會說 譴責警隊暴力 但他沒有正式譴責藍絲和警隊的暴力 他說譴責任何暴力 對他來說 他已經很聰明了 說句話 但是 真是我們只要這樣說 我們對大學校長的期待是高的 尤其是香港大學是我們歷史悠久 香港是最高的學父 應該要保護學生 你 可以這樣說 你說 我對任何暴力都譴責 你打爛塊 立法會玻璃 我認為是不恰當的 對事情的 對溝通 亦於是無補 但是 警察濫用權 暴力 你直接要強調警察 或者制度的暴力 我是同樣譴責的 你這樣 就是一個堂堂正正 有膽有膽的大學校長 你不是 又是玩語言藝術 譴責任何暴力 但其實他已經有一本 他說在社會和解過程之中 每一個人 特別是有權力的人 須認真思考社會議題背後的原因 並考慮所有的選項 其實這些 都是某程度 作為一個人 或者作為一個 你當他是一個政治人物都好 不要純粹當他是校長 他都可能陰毒 並考慮所有選項 其實有甚麼選項 現在給他的選項 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和解 特赦 以及有權力的人 你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你看見楊雄雄 看見張祥 這些是建制狗 都要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我要這樣說 政治立場不同 我們某程度 在社會氣氛好的時候 便是士忍彈 懶是朋友 甚至曾鈺成都可以和長毛一起去旅行 阿周庭都可以和何君祐一起去旅行 即是谷林氣 你跟我去嗎 周庭 你跟我去 我知道你一定是很不強的 是啊 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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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就沒有,如果大家覺得要和解的話 首先是誰可以伸出這隻橄欖枝 並不是你張祥,或者有些浸信,不會一陣子再說 就是這樣說,是有權力的人 現在我們看到的,除了是特首,在名義上 如果你說香港警察和市民來說,誰有權力 當然是香港警察有權力 你怎能夠要求市民,我見不到市民會衝擊警察 即使包圍警署,都只不過是包圍警署 即使救護車,都是你們自己叫來的 都沒有穿過上去 你們認為社會需要和解的,應該是你們有權的人伸出橄欖枝 我不需要理你的上司有沒有叫你這樣做 或者你是甚麼姿勢,你就是頂公辦理 對得住,好像是霸氣哥所說的 你們效忠的就是香港市民 如果不是的話,不要想著和甚麼解 不要想著用一個大權力,亂地抓人 我跟你說,只有一個反撲更大,最後甚至會殺警 是否想這樣 你知不知道亂拘捕人這一招 在大陸,其實近幾年都行不通 何況香港這個文明社會 你拘捕,老實講 特別是這種政治議題 中國人比較犬疑,都算數了 你如果不是有一個村代表說 不知道是甚麼反對罰法奴 你拘捕三五七日後,你不是要放人 如果不是真的圈咎你,你圍咎你,大陸那些 你以為說笑嗎 是打咎你,找石頭扔死你 浸信聯會,會長羅慶財牧斯在網上贊文 今次我要這樣說,在過去的節目 我們不斷吵任何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教... 有哪個沒被我們吵過都沒甚麼了 是 但今次我要這樣說 我要這樣說,醉醉醉,醉醉醉 醉醉醉,醉醉醉,醉醉醉,醉醉醉醉 奢普羅也是五十 buat,只要是変來我們這邊 就是都張牆 可叫no7-3kers inert錣盤聯會平衡描述 很簡單,他說他們不會急於譴責 示威者用大利用詞 стали很厲害 他不急於,之後也可能會譴責他們 不過他就這樣說 我們應該站在弱勢的一方,維護他們,即使他們所作的是錯的 呼籲教會和示威者是要同行的 老實說,我們對的要求就是這樣 因為你們作為一個教會領導人,是有一種感染力 等於是大校長一樣,是社會的言論 你一句這樣說話和示威者同行,其實可以化解很多事情 林鄭為何這些年輕人不肯和你見面 因為大家看得到,你經常說要聆聽又這樣又那樣,每天都在說 當選之後就找一群年輕人在後面幫你站台 每一天都在這樣說 代表了甚麼呢 民眾經常說在兩年前上任的時候已經說青年問題 有甚麼向上流的機會,所以才會成立各種青年時務委員會 之前沒有 結果,你聆聽甚麼呢 結果就是分豬肉分餅仔 結果去到你們這麼多 包括你的內閣,或者這麼多,好像政府 很多聲音,有些D12比較Jr的高級公務員 給你很多意見的時候,你們有沒有聽呢 據政府人員所說,他是不聽人說的 包括行政會議的,他都不聽 他覺得自己好又有型 聽人來聽,他會聽誰呢 聽你想聽的東西,於是你就聽湯家驊 你就聽魏家超 你就聽葉劉,害怕死你,這個師姐 葉劉去都未必聽 OK,休息 謝謝